洗手机 川医生 大家早 也谢谢陈宜高教授的介绍 我是1994年离开美国回到台湾 接受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就代表我们国家参加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这个XU组织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National Member,一个是Union Member National Member有110几个国家 Union Member就有化学、物理、学会这些都在里面 当然90年回来之后 每年就代表国家参加艺术的组织 我那时候还蛮积极的参加 后来就参加Committee of Freedom and Conduct of Science的Committee 活动了几年之后 他们就选我做X的President 所以我从X的PresidentElect开始 08年开始 PresidentElect做了三年 President做了三年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做了一年半 总共有七年半的时间 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involved 今天我讲的是 在这期间发生的事 尤其是Hugia Earth 我可以告诉你Origin and Aspiration 但是后来的发展 就是你们在推动的事 我可能就不那么了解 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是Origin Why Future Earth 跟Aspiration What must Future Earth achieve? 这个Origin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Science recognizes that The train of human development was speeding toward the wrong direction 走的方向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你看 你如果看世界 人口在暴增 这两千年 人口一直增加到70亿左右 现在的 然后我们的Consumption一直在增加 人口增加 消费增加 而且我们消耗也增加 消费增加之外 我们用的法式燃料 就产生很多温室气体 这些活动 其实对整个Planet的impact是很大的 你如果看 氧化氮的增加 Mething的增加 或者是Climate change 我们都看到 其实这一百年来 人类的活动 是对世界有很大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说 科学是在走向 Round relation 是因为 Humanity is severely overloading for earth system 超债 地球是超债 我们还是在发展 你跟政府说 我们地球超债 台湾不能这样走 台湾还是说 我们GDP增加多少 明年的电 发电药会增加多少 很多方向是不对的 从约翰·洛克斯普的观点看 他觉得世界是有一个boundary 绿色的是安全的boundary 然后有一个更大的蓝色的时候 还可以容忍的boundary 但是呢 我们很多画面已经超越了 像Biodiversity 是已经超越很多 已经不行的 这是对地球的远虚化长 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像克拉雷千也是 最近变得非常快 Nitian Cycle 所以 Yuan Lofsham的观点看 就是 我们有planetary boundaries 但是我们已经是在 超越这些boundary 当然 我们是这样说 住在地球上 我们住的是 只是地球上面 薄薄的一个大气层里面 大气层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活动的时候 我们对房间的影响很重 但是我们做的一样事情 很糟糕的是 我们在改变我们的大气层 我们在改变我们的大气层 就是温室气体的增加 这将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你看看 地球上 主要的能量是阳光给的 阳光给的是可视光线 手外光线 当然 阳光给的能量 地球 也从地球的表面放射到宇宙 太阳光 竟然只是可视光线 地球的温度低 放出的是红外光线 我们肉眼看不见 如果进来的光跟出去的光是一样多的话 温度会保持平衡的 不过 我们在改变我们的大气层 大气层里面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的话 温室气体可是光线不吸收 但是浮外线会吸收的 所以随着温室气体的增加 我们就看到地球的能量的发生 越来越不容易 被温室气体吸收就反射回来 所以现在变成进来的多 出去的少 所以温度是在增加 这时候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很严重的事 大家都气候增加 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气候变迁的这些问题 所以你如果看二氧化碳在大气层增加 所以看下南极跟北极 南半球北半球是不一样的 但是每年是一直在增加 从198年的300到2000年已经到了300期 现在已经到了400左右了 所以这温室气体的增加 所以这温室气体的增加 全球暖化 我们也看到洪水 每十年就增加很多 从1950年一年洪水的次数到2000年这五十年之内 因为洪水的数目确实是增加了很多 而且很多景象 我这个都是十年前的景象 这个就看到澳大利亚的一个洪水 它的第一面积是跟德国跟普亚国的面积一样大的大洪水 所以International cultural science 就成立了很多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program to understand it all 就是想了解 了解全球变迁 所以疫苏其实成立了不少 这里面从1980年的WCRP Global IGBP 就是Geosphere Biosphere Diversity Time 就是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f 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 Programme Rual environmental change 到了2000年一年 就成立了一个Earth System Science Partnership 把这几个合在一起 就成一个partnership 这是X的组织跟整合 其实这些国际组织 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就开始建立像国际化学学会物理学会 他们都说不要再战争了 我们应该合作 努力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很多国际组织成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更多的国际组织 更大的国际组织成立之后 大家都说要合作 X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也成立了不少组织 后来就变成Earth System Science Partnership 到了后来 X是X才跟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有一个Missioning Meeting 就是社会科学也要包含在里面 然后跟Bellemont Forum Bellemont Forum是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或者很多国家的Science funding组织 组成的Forum 就是Bellemont Forum 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整合 后来就把EQA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EP UNESCO 都包括在里面 变成一个 规模更大的organization 在2013年就说 变成一个Future Earth Program Future Earth Program 这个logo很有趣 好像跟棒球一样 这不是我设计的 但是我喜欢打棒球 所以这个logo还蛮有趣的 所以这个Future Earth 其实这个组织是 超过X5 和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Mellemont Forum UNESCO 都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那时候 国际性的组织 确实是很多 在这里面 你就看到 很多X的组织 还有X之外的组织 这些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慢慢慢慢地整合成 你看一个一个一个参加 参加很多国际组织 后来才变成Future Earth 但是 What was been done was not enough 虽然很多人在做 环境科学的研究 但是环境没有改善 我们做的努力 是不够的 你看 我们一直说全球暖化 我们要保持在工业革命前的1.5度C 或者是说是2度C 你如果是从1986年到2005年之间的平均温度看的话 所以要在2度C之内 不过如果是工业革命前 我们要在1.5度C之内 但是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 2年、2、3年 在分界点上 我们不努力的话 一直往上走 走到45度 人类不会再存在的 但是我们的努力还是不够 一直说这个科目要转弯过来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弯过来 我们现在也跟过大家都说 我们希望2050年升温是1.5度C 2050年是近零排放 这是我们好像大家努力的幻想 但是我说2050年零排放1.5度C的世界 是很不好的世界 很糟糕的世界 所以很多年轻人也问了说 你们的努力 不是要把我们的地球带到更好的境界吗 为什么1.5度C 跟近零排放的2050年是更坏的呢 不是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 会变得更坏 人类不能生存的 所以我们把目标设到1.5度C 2050年近零排放 以为这个是好的 这是不好的 我想年轻人应该是可以抱怨的 但是我们如果看了 这是很早的研究工作了 所以随着温度的升高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如果说 Extreme weather event 极端气候 这个工业革命前 的温度是零度 那么温度上升 颜色变成黄色 这黄色就变成不好 后来橘红色变成紫色 就是非常糟糕的 这早先的研究 就已经知道说 1.5度C 不管是什么方面看 Unique Threatened System 或Distribution of Impact 看1.5度C 都不是很好的 我们已经走入不好的境界 但是这些科学家的研究 就明明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其实不能走 说2.5度C 10年前大家讲2.5度C 2.5度C的这个世界 不是很好的世界 是不好的 那我们为什么设2.5度C呢 他说我们经济要发展 工业要发展 大家日子要过得好 这是2.5度C 但是2.5度C 日子是过得不好 也就是因为极端气候 我们常常看到台风过境 然后到处就会有这种景象 这是目前常常发生的事 但我们亚洲 and emerging world are now driving the train in the long direction 刚才我讲 我们走的方向是不对的 亚洲的发展 或者是现在的时候 新生代的国家 我们走的方向并不对 所以你如果看亚洲 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 million tons 从1970年到现在 你看 一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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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一直在增加 污染一直在增加 而你如果告诉年轻人说 我们在努力 我们在努力 我们在努力是 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将来的地球 是变得更好 年轻人相信吗 年轻人不相信 但你叫他们节俭吗 他们说no way 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 所以很多科学的研究在做 我们知道不好 但是呢 我们还是继续在消耗我们的地球 像这个台风 可怕的台风 这是很大很大的台风 是以前没能够看到的 是影响 在那个一大台风 影响亚洲的各地 当然 我们有risk and challenge disaster vulnerability 或者是population growth landly pollution 或者是greenhouse gas emission organization inequality 当然我们也有opportunities 我们好好地掌控我们的natural resources human resources 我们有很好的tradition 有technology 但是 我们如果好好地处理我们的risk and challenges 的话 我们是有机会的 但是 我们是不是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好 我就讲我们的origin 为什么有hushia earth 这样的东西产生 是我们科学家觉得 人类的社会走的方向是不对的 我们没有走对方向 所以我们的aspiration是什么 我希望有一个new kind of science to have humanity transformed 人类要改变 不只是要了解我们的社会 我们只要改变人类社会 所以这里啊 researching 就从三个角度来看 我们说要用global development 整个地球是dynamics 我们要了解dynamic planet 但是呢 我们要transformation to sustainability 我们如果没有转化为可以永续的社会 我们的research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以前我们做研究了解 研究了解 但是还是照老样子走 这个路是应该停掉的 我们要想办法transform 所以 Future Earth的一个优点啊 就是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我们不时要做研究 要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换 所以你如果说 我们公司器的排换太多 我们要采取行动 要政府啊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换 所以我们这里 Future Earth 主要是要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这个是下来的purpose transformation的priority 就是我们要leap decarbonization control population and consumption growth 你也这样讲 他就觉得很有道理 decarbonization 我们也在讲 减碳激素 减碳 政府在讲 那你第二个讲到 control population 你说少子化 政府说我们少子化是问题啊 鼓励多生意 台湾人口密度已经太高了 但是还是要引进外劳 生产年价的产品 外销到国外 所以你找到政治人物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生那么多小孩 人口要减少 大家都会说 我们现在人口在老化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支持老人家 如果人口老化 老人家还努力工作的话 那个就不算老了 不然老子啊 定义稍微往后延 以前六十五岁就是老人家 常常说哦 六十五岁的老人家 你七十五岁还努力工作的话 并不算老 我今天八十七岁了 不要鼓掌 我已经变成半老了 已经没有那么多力气 晚上睡不着觉 但是呢 我是说 我们如果大家健康的活下来 那么人口老化 人口老龄化不是问题 少主化也不是问题 它是人口 确实要控制 不能够一直在鼓励生育 所以这些矛盾 是俱加尔是要处理的 所以亚洲的priority 是improve risk management of extreme with events 或者是technic events and pollution 另外 这个是要一个visionary leadership most political and scientific 这一点我们刚选举选完了 我们是不是选了一个visionary leadership 我们要检讨检讨 还有much greater exchange and coordination 这是亚洲的priority 特别是我们要讲到visionary leadership both political and scientific 确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鼓励大家 所以我们要继续 一年 我们要继续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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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好的社會 更只做研究工作 發表入文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後來我們有一個Alliances 就是先XU 跟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先合併在一起 Milk Forum 就是Funding Agency的一些組織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國歌會這些組織也在裡面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ESCO 還有更大的International Group of Funding Agency 和Global Change Research UNEP和WMOS Observer 就先是一個Alliance 然後我們這個XU 有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iance 和Global Sustainability 下面有一個Government Council 然後組成一個Engagement Committee Science Committee 然後有Executive Secretariat Discipline Science Project Integration and Synthesis 把我們的Dynamic Planet 和Global Development 要弄得Transformation Towards Sustainability 所以Future Earth 也可以說是一個Global Platform We know that for this Partnership between researchers Funders And users Worldwide Carrison targeted research Across for you And disciplines Generate solutions For grand challenges And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Communicate science Communicate science to society And society to science 這個時候 大家在組織Future Earth 但是COP21召開的時候 大家具有一個很大的希望 同樣也問一個問題 Is this the last chance for mankind? COP21 真的是人類最後的機會嗎? 我們就看看 COP21那時候提出什麼? Binding global climate agreement That committed to the 2-degree centigrade limit 就是比工業革命前 不要超過2度 就是COP21的提議 A clear and concrete pathway Toward zero emission by 2050 to 2070 當然COP21的這兩個結論 現在是改善了 我講1.5度 然後205年年 再不談到2070年 205年年要近零排換 然後一年由一般病院到了 從富有的國家 給發展中的國家 使他們的發展 不會像 孤獨開發的國家一樣 而是比較 能夠永續發展的社會的發展開發 這是1.5 million 這個沒有做到 Achieve equity and eliminate in reference 所以COP21確實是一個希望 但是我們沒有做到 我們目前在做的 所以要把這個curve彎過來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往上帶走啊 所以我們還不太行 剛才講的 五度上升 這個兩度C 是不能接受的到五度C 這個世界 我們不努力的話 會上升到五度C 人類可能不會再生存的 而這個是有一個有趣的 也是Yokshong畫出來的 就是2001年 2007年 2013年 研究的結果就顯示 全球暖化帶來的災害 比以前的研究是更嚴重 所以你如果看2013年 其實目前的1.4度C 就看到那時候 溫度上升到1.4度 1.4度的時候 在2001年 覺得還好白色 或者稍微黃色一點的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講 2度C 2度C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的研究 覺得2度C還是可以的 不過你如果看2013年 其實目前的1.4度C 已經是黃色的moderate 到這個I 是不好的 比如說 Extreme Wizard Event 已經是相當不好 所以你如果看目前的研究結果 我們不能說 我們要努力 要把地球帶到美好的境界 我們已經超過不理想的境界 是不理想 所以這個是相當糟化的事 所以我可以在這裡 可以下一個結論 就政治上 這是全球的問題 要全球一起努力 才能解決的 像公私棄體的問題 不是說我們不排放 別的國家排放 我們就能解決問題嗎? 不是啊 公私棄體全球排放 如果從社會的觀點看 如果從社會的觀點看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 都是在開發 開發 當然 技術上 我們在做什麼 這是陽光 我們還是沒有好好的才力 怎麼樣把它轉化 怎麼樣把它儲存 這是我們很大的挑戰 不過今天我在這裡還是回歸到這個 Future Earth設立的時候的Origin跟Aspiration 不過我還是覺得如果Future Earth 要達到Action Transformation的話 這個Level還要提升 提升到政府的更高層來做 今天我講了很多 講的都是過去的事 十幾年前我在Involve的事 前幾天才把很多舊的檔案拿出來看 至於最近這十幾年大家在努力得到的很多成就 我沒有很多了解也沒有提到 不過還是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不過也不要忘記 一定要想辦法把Future Earth提高到更高的階層 更高的階層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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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